大家好 各位灾民 各位观众 各位韭菜 大家好 我叫刘大胜 这一期呢 我看到新闻了 说广州黑人问题 广州什么地方 山里园什么地方 说有几十万黑人 二十万到三十万黑人 然后 他们中大部分是非法的吗 他们很多都没有签证 签证过期了 然后又讲到了说 中国的媒体又暴露 说美国这边可能要遣返 遣返所有非美国人吗 说美国要那个 因为疫情紧张 怎么样要遣返 而且美国还要签证制裁 那些国家 因为把那些非美国人 遣返回母国 如果母国不接受 美国就会签证制裁 说的有鼻子有眼啊 国内的 首先呢 我跟大家说呢 我不知道中国的移民政策 是什么政策 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 中国政府他会怎么 处理 广州的这些 二十万到三十万的 黑人 因为非洲的 黑哥们已经都说了 你们中国人在 非洲可以建中国城 凭什么非洲人在中国 不能建非洲城呢 对不对 非洲那些 那非洲基本上 民主国家也有 独裁国家也有 就很复杂 另外呢 又是都是第三世界 所以 没办法 处理起来太复杂了 对不对 我们先讲一下 但非洲这个问题 在中国的话 我认为如果在持续 二三四年不改变的话 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会是一个很严重的 因为黑人 他的本身 他的生育率也很高 中国人的生育率是比较低的 黑人的生育率是比较高的 而且呢 随着这几年 中国大举投资 非洲 非洲有大量的人 依然 他会 留在中国 这既然都是很年轻的人 都是二三十岁的 他不会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过来 那 那过来干嘛 所以他们我认为如果在 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 未来二十年 三十年 那将很困难 什么概念 二十几万人 二十万到三十万 那要是过了二三十年 直接就翻何几倍了 一百多万的 那怎么解决 很难解决了 又将面临种族冲突了 好的 我先说一个 那我们就说美国这个事情 有人说美国怎么了 美国有遣返所有非美国人 我看这个新闻 我就知道这是假的 也是非个女士 所以说不光美国有假新闻 美国总统说CNN 什么纽约时报都是假新闻 中国假新闻更多 美国 他要遣返所有非美国人 意思就是说 有美国绿卡 有美国合法签证 有美国非法移民 有美国什么乱七八糟的 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就跟你说吧 美国就是要把在美国的所有非法移民都遣返了 这个事情都办不到 美国都办不到 为什么美国的联邦政府说呢 整个美国境内有 大概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三百万非法移民 整个美国境内啊 但这些是什么 这些仅仅是 就是 这些人呢 仅仅是他们的信息进入了美国的国家系统 什么叫国家系统 就是 比如说你作为留学生 作为游客 比如说拉美的 不光拉美 欧洲 中国 亚洲 他们到美国之后不走了 然后旅游签证 三个月 六个月 过期的 然后留学签证 一年或者五年 过期的 他们不走了 这些非法移民 就他们属于 美国可以掌控了 可以掌控了 因为有你的信息嘛 有你的姓名嘛 但美国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拉美 就是从那个美国外边境过来的 那真的不知道来的多少 你问了川普说 说昨天 从美国外边境过来多少 偷渡了 他真不知道 你不要认为他是 故意装的 他真不知道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 曾经在 德州 美墨边境 德州 拿监视器 大家可以上推特上面搜 如果有一个监视机 camera拍到了 一晚上 穿越美墨边境 过了一千多个人 被美国 美国有干人员给抓到了 一个晚上 过来了一千多人 因为他们是晚上偷偷摸摸 从跨越 铁丝网吧 那你说怎么 美国怎么解决 这些人我估计在美国起码得有一千万 就美国大概能有两千万到三千万的非法移民 应该是这个数 就是百分之十的美国 美国这个土地有三亿多人嘛 大概百分之十的人身份 非法 非法 完全非法 那如果说 永远一听 那美国这国家 我靠 整不了这些外国人呢 不错 还能整不了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美国 对非法移民的处理如此困难 第一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部电影说呢 如果加州没有 墨西哥 就没有脑墨 如果加州没有脑墨 说明天 加州没有脑墨了 全是白人了 加州这个州没法运行 一去窝嘛 没有食物 因为 采摘食物的是脑墨 卡车司机是脑墨 汽车的维修工是脑墨 是脑墨 脑墨就是拉美那边的 统生为脑墨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如果没有脑墨 加州每一户家的这个草坪 没了 都都长草 因为没有脑墨来割草了 是不是 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没有保险公司 因为保险公司的办事员说不定是脑墨 打电去那个麦当劳 麦当劳里面没有麦当劳的 没有汉堡 为啥 那屠宰场里面工作的是脑墨 运输这个肉的是脑墨 还有 卖那个服务员是脑墨 你说这 没有 就没有 比如说汽车维修 汽车维修 如果加州没有了脑墨 这汽车维修就没法干了 没有 你说加州能离开脑墨吗 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国家 就是墨西哥 就是纳美 美国离不开他们 不是跟你开玩笑了 美国离不开 我这么说吧 美国 美国的农产品 任何一个采摘员 他有个采摘员吗 他们人工的 他们需要大量人工 采摘员 都会有非法移民 都会有脑墨 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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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酒 葡萄酒 什么的那种 原子吧 种植原 都会有 全美国 任何一家 屠宰公司 就肉类公司 他们的工厂 都有非法移民 毫无疑问 我可以告诉你 全美国任何一家 我想是大公司 上市的 都有 川普总统 他旗下的 高尔夫酒店 还顾过那个非法移民 因为非法移民是装修工 对 你想要装修这个 整个美国 我不说 我不知道 北部是什么 美国北部跟东部 就美国的加州 这 洛杉矶这 如果没有脑墨 房子没法盖了 没有办法盖 没有工人 明白 就是说 美国这个国家 怎么讲呢 你的大佬 再聪明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血液 你需要骨头 你需要 许多的东西 你需要它 可能包括你需要指甲 你需要什么汗毛 可能 可能你认为这个功能并不重要 但是 真的你就需要它 就是美国 拉美 离不开他们 就美国是离不开他们的 你要记住 这就是美国这个国家 为什么它在移民法 它在许多的 它会产生 比如说财团 它去支持非法移民 保护非法移民 包括民主党 民主党还有个原因 是这些非法移民 一旦合法了 就会成为它的票仓 那就是一个选举的巨大利益 还有一个呢 是美国的财团 它会 你这个资本家 你要不要雇非法移民呢 我现在就问你 我现在比如说你是个农场 农场养牛 然后你把牛杀了 就开始屠宰吗 你要不要雇非法移民呢 你肯定雇 百分之百 在美国是百分之百的 肯定雇 因为如果你不雇 大家都雇 你不雇的话 你雇美国人 第一 你招不到美国人来干活 给你屠宰 第二 美国人的工资太高 就即使你招到了 工资太高 好 那么意味着你的利润 你就没有利润了 因为生产是要出于利润吗 就是说资本家 人家干活是为了赚钱 那不是为了慈善了 你你的利润减少了 那你跟同行就没有办法竞争 那意味着你必然 倒闭吧 你在市场中必然倒闭 就是说 就离不开他 美国是离不开墓西哥了 美国是离不开的 这一听 我所说的非法移民 像什么亚洲啊 包括欧洲啊 都在美国都是很少了 美国主要是墨西哥 还有 呃 维里马拉 还有个叫什么 阿瓜多 还是什么国家 就纳美 维里马拉 就太多了 就那边 而真正的像巴西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非法移民可能比较少 美国主要是墨西哥 维里马拉 就中美洲那一块 宏都拉斯 中美洲那一块啊 就真的 你就 没法子 就美国这个国家 从他的经济上 社会发展上 他需要劳动力 就这么理解 好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美国的法律体系 什么叫法律体系呢 美国的移民法律体系啊 各位观众一定要把我这个 我这回长得有点长 听完啊 比如 美国 你把它理解成50个国家组成的国家 你就简简单的讲啊 你把理解成这样 50个国家组成的国家 那意味着每个州的法律是不一样的 好 美国又有联邦 美国是先有州 后有联邦 所以说 有人会讲说 联邦的法律必然覆盖州的法律 那还这么一样 不一定 因为 联邦制定法律 必须符合美国宪法 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吧 川普 包括联邦制定的法律 不叫联邦制定的法律 就是国会制定的法律 必须符合美国宪法 而联邦 就是政府 他的行政命令 也必须符合宪法 比如川普说过 有一个叫穆斯林禁令 把中东许多国家的 那个叫签证给废掉了 不准他们国家进来 结果美国的许多的法院法官 直接判 川普这个命令是违反宪法 直接判了违反宪法 所以说川普这个命令几乎就 没有办法完全执行下去 这是举个例子的 还有一个 川普作为一个 就美国联邦政府 他的权力是比较小了 比如美国联邦政府 他有一个移民局叫ICE 就专门抓非法移民的 假如这个机构 他到加州 加州有的地方 他属于庇护州 他有庇护城市嘛 因为这个联邦的ICE 他就抓人的时候 他必须要知道 这个人真的是非法移民 明白 就比如说吧 我举个例子 现在我举个例子 他要去一个屠宰场 就美国的ICE联邦部门嘛 去屠宰场 去工地 抓非法移民 有视频的嘛 他一定要抓对的 明白 就是说他要掌握这个信息 这人是不是啊 是的 这人是还不是 他一定要确定 为什么 他如果抓错了 他比如ICE突然一抓 抓到了美国公民 那就事情就是大了 因为美国是禁止独裁的 禁止警察国家的 因为美国就害怕 美国走向法西斯嘛 像德国那样嘛 美国没有全国通用的身份证 没有那个编号了 没有 因为有那个编号 美国认为这是法西斯 在美国也不能说有警察来问你的 就把你车南亚来问你 你叫啥名字 没有没有这个权利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美国不就成警察国家的吗 这就导致了什么呢 就美国的联邦部门啊 他要去抓这些人的非法移民 他需要信息 需要这些非法移民的信息 可是这些信息呢 许多是在州政府手上 是在比如说或者县政府 导致了他没有办法获得 没有办法获得 他就不知道谁是非法移民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 比如说酒店 住酒店 谁是非法移民 谁是非法合法的 对不对 那ICE是不是直接就打电话 给美国什么米高美酒店老板 把你们的客户信息都告诉我 所以是非法的 我直接去逮 可不可能呢 不可能 因为这是客户的隐私 客户的隐私 就公司的隐私 明白 比如苹果公司 实际上美国想抓 非法移民太简单了 每个人都用苹果手机吗 直接就给你定位 就知道你在哪了 那为啥 美国曾经发生过犯罪 政府说 苹果公司要解密 你把这个解密 结果FBI说 就FBI要求苹果公司 把这个密码给解掉 苹果公司说拒绝 我要保护客户的隐私 你看看 就是说 他从法律上来讲 限制了政府的权利 政府许多的权利 没有办法像中国那样 不要认为中国那样 没有办法 很难的 就从法律上来讲 就很难做到 另外呢 政府也没有动力去做 为什么 因为抓捕非法移民 抓捕这些人 政府啊 他是没有好处的 为什么没有好处啊 他不赚钱吗 不赚钱 明白 你 无力不起早 那为什么美国国税局 干活这么积极啊 对不对 那你就赚钱啊 那干这个他妈的 抓这个非法移民 那他赚不了几个钱 就是他 这部门啊 吃力不讨好 而且他会收到州政府 收到县政府 收到警察的一些抵制 警察的一些抵制啊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 举一个什么例子呢 曾经在不光加州了 还有就是不光加州 美国ICE要去抓 比如哪个哪个城市的非法移民 那个城市他有警察吗 ICE是联邦部门的 那个城市有一个尸体 就是他有一个警察 然后ICE就跟着警察局说呢 我现在要到哪家哪户 去抓这个人 那个人有地址吗 我要去抓他 而且呢 他要通告给警察 为什么呢 因为ICE他在地方执法 他相当于要 要跟那个当地警察说一声 就我要在你这干个事情了 大概就这意思啊 而且呢 希望你能配合我 希望这个当地警察能配合我 结果当地警察竟然 竟然告诉了这个非法移民 说ICE要来抓你 大家可以上网查 真的 当地警察竟然告诉了这个人 这个非法移民 说ICE要来抓你 你赶快跑 然后 然后他就跑掉了 然后什么呢 ICE就起诉了这个警察 说你这 你这干嘛呢 你啊 我告诉你的事 要我抓他 你怎么 你怎么直接把我们告密呢 你怎么 后来才知道 没有告神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当地警察的职责是什么 比如说City 这个City的警察职责是什么 他的职责不是抓非法移民 抓非法移民是ICE 是你联邦政府的事件 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只是制止犯罪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租的这个城市 City 这个警察 他只是制止犯罪 他的职责 法律规定的 只是制止犯罪 这个人没有犯罪 或者说在他的City 就没有犯罪 就 没卖 转一天 但是有的时候一想 那你三分 三分既然非法了 在美国不就是犯罪吗 我也不太懂 为什么美国会搞成这样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美国这 就这个 他有那个 联邦法 联邦法 他有州法 州法下面 还有县 县 还有市 他每个市都不一样 太复杂了 所以你说 没法弄 所以美国这国家你说要独裁 没法独裁 没办法独裁 独裁不了 各的不 谁的不听谁的 你知道吧 不听 就是说当美国总统啊 也是你不要认为美国总统权力很大 我再说一个例子啊 假如你是在美国之外 美国之外 美国国境之外的 就比如说美国的海关之外 就集市为美国 美国之外嘛 那么你 基本上就是联邦 联邦 他会对你进行管理 比如说 你从日本 你从亚洲 你是外国人 你从 欧洲 飞到美国 你没有进入海关之前 事实上是美国的联邦政府在对你进行管辖 但是你一出了海关 出了机场 是谁在管理呢 是州法 这个州在管理 就那个时候你已经属于美国的国内了 就美国对你的行为要通过 就国内依法来对你进行管理 就很复杂 很复杂 那就真的就太复杂了 没有办法想象了 我再给你举个具体的例子 在阿玛玛时期啊 有许多拉美的 他们呢 他们直接就什么呢 包括中国有一些非法移民啊 直接偷渡的就找警察 就是他来到墨西哥 他直接就到美国边境就找警察 就直接就 比如说 有的人他是先偷渡成功的嘛 已经穿越了国境线 因为你一旦从 墨西哥这一边 这个河这一边 到这一边 就已经从墨西哥到美国了 你在美国之外 美国的联邦许多的警察 可能会对你进行阻拦 但是你一旦进入了美国境内 你已经被美国国内法所管 就是 就是什么叫国内法所管呢 就是说 你在那个美国的国土上 大街上 警察是不能对你进行 随意的询问 随意的审查 比如说你 你刚翻过一条河 就已经进入美国了 从墨西哥那边过来嘛 然后一警察看到你呢 我操看到你部女南山 感觉就像偷渡的 警察有没有权利说 站住 告诉我 拿出证件 没有权利 因为你已经在美国国土上 明白 假如你正要过河 正要过那个国境线 警察看到了 警察那个时候就可以 就可以管了 那个时候他有个边防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美国那个时候警察就可以管 就可以问你 干嘛 为什么要穿越国境 他就可以逮捕你 但是你如果你已经穿越了 比如说已经进入城市了 举个例子吧 从墨西哥的提华那 那个边境城市 到了圣地亚哥 你已经到圣地亚哥了 那警察能不能随便抓你啊 问你话 绝对不行 就不可能 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美国 除非你有犯罪行为 就说你就抢劫了 你就干嘛 让警察抓到你的 如果你好好了 就开个车 或者在路上吃饭 在饭店里面吃饭 突然警察进门叫你掏出证件 那在美国就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绝对这都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你听美国这个国家的权力 他的他的叫联邦权周权 就是你 很复杂 很复杂 非常复杂 我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事情了 讲庇护的 在中美洲 有一个 母亲带着小孩 到美国 偷渡来到美国 然后申请庇护 结果呢 偷渡之后 申请庇护 结果到了法庭呢 就是他在等待上庭期间 因为偷渡他是直接就上法庭的嘛 移民法庭 他在等待上庭的期间 那身份就是说 按道理讲 那个时候应该叫合法还是非法 我也说不清了 反正就是 那个时候ICE就抓到这个拇指 抓到了 抓到之后ICE就把他们直接 坐飞机送到了 他的国家 结果 这个事情被美国的法官看到了 听到了 美国的法官 勃然大怒 非常生气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法官说 我已经通知这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 两年后 或者三年后 哪天 哪天 几点 到我的法庭 进入移民法 移民法庭 我要进行那个叫宣判嘛 也不能这样说是审判 就是说 你要 那天你要进入法庭 我要看看你符不符合 美国的难民政策 庇护政策 结果呢 美国ICE 就是 ICE就是抓捕非法移民的吧 那部门呢 没有管这个 直接就把人家遣返了 让这个法官 颜面尽私 法官直接就判 直接就叫这个美国这个联邦部门 你把这个人叫回来 你把这个拇指叫回来 然后这两位拇指 这拇指吧 就就回来了 回到美国了 那为什么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法官的权力 才是至高无上的 真的 法官的权力 是至高无上的 法官说 这人我要见了 拼什么把他遣返了 法官 法官呢 他可以否决掉 行政部门 可以 可以否决 比如说吧 有一个案件 他从 县打到州 打到 最后打到那个联邦 就什么 巡规法庭 又最后打到 最高法院 那个法庭 有九个大法官 这个事情到底对还错 就这九个大法官说的算 就他们如果判定是对的 我告诉你 这事情就定了 那要是他们的 他们九个人判定错的呢 那这事情就错了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什么国会啊 总统啊都改变不了 就是说那九个大法官你可以这么形容 就是 独裁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你用独裁国家的思想来理解啊 就这么理解 就可以这么理解 就一旦他们的九个大法官定下来了 比如说联邦法庭 最高法庭 最高法院吧 就最高法院 那这次就定下来 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 那就 这个国家就很复杂 不要用中国的独裁国家的思维 去看待这个国家啊 美国这个国家权力还是比较分散的 而且 各玩各的 我再举个例子 国税局嘛 国税局呢 看到这个毒贩了 国税局看到毒贩 结果什么 结果跟毒贩要收税 说你已经发财了 你已经卖毒品发财了 收税 然后国税局收完税之后 国税局就不管了 这人已经贩毒了 那国税局为什么不管 因为国税局的职责是什么 就是收税 大税 至于你犯不犯毒 你是不是合法 你是不是犯罪 那是什么 那是警察部门 警察部门的事情 明白 人家一天 就各管各的 这是警察部门的事情 就是国税局是不管的 不管这个事情 我再讲一个 这样的情况